第872集 许歌诚破口大骂道 你能走,咱们就不能走 李长生,你是想把持这万道合一不给别人走是吧? 想当年老子就知道你心眼小,不是个好东西 是舍不得那些生命精华,觉得方平飞要给你,是不是? 李老头翻了个白眼 老头子想刺激自己,有那个必要吗? 我是为你好,死了怎么办? 活到许歌诚这个年纪不容易 魔舞几乎没比他年纪大的了 刘破鲁倒是稍微大点,可也差不多 在魔舞,能活到许歌诚和刘破鲁这年纪真的不容易 现在好端端的正常宗师道不走 非要走万道合一 李老头还在想着,一眨眼,张涛也出现在了此地 看了一眼郭盛泉几人,张涛微微点头 又看向方平,陈生道 不可乱来,万道合一,战力也许会强大 可你知道其中的麻烦,消耗大 之前还有生命力流逝 如今,就算可以解决,也需要消耗大量资源 而且,缺陷也是很明显 缺乏一些必要的攻击手段 李长生强大,那是因为他有李震的破空见诀 可李震不会四处传授自己的绝学,我也如此 我的,未必就是适合你们的 也许你们会很快具备八品战力 也只是弱怕品,想再提升,难度极大 方平笑呵呵道 没事,目不缺自愿 说是这么说,方平也真的不当回事 颤向陈振华几人道 几位老师,你们的心思我明白 万道合一,其实就是赌博 几位 曲歌成贺道 婆婆妈妈 如何成大事 无魁山受伤不清,如今魔物你当家 当家人,岂能如此优柔寡断 我们愿意走,你要是舍得生命精华 那就助我们一臂之力 怕死 谁怕死 魔物没有怕死的武者 真要怕死,老头子当初受伤就不会想着恢复 继续安心养老岂不是更好 既然恢复了,那就想要更进一步 而不是当个累赘 方平深吸一口气 一旁,张涛还是补充了一句 他们非七品精,精神力不够强大 少有闪失,你不灭物质再多,也无法救活他们 真要是八品强者,甚至七品武者 那都是生命力强大至极的 尤其是到了八品,哪怕变成李老头当初那样子 有不灭物质,活下来的概率九成九,几乎不会死 可几位六品武者变成那样子 稍微不留意,必死无疑 方平都有些后悔之前提这事了 让几位老人上了心,可到了现在这地步 方平忽然咬牙道 既然几位老师愿意一搏 方平不阻拦 魔物想要强大,按部就班不行 那就试一试 如果几位老师今日没撑过这一关 方平就多杀几个地窟畜生 为老师们祭奠 小子,别咒我们 徐哥成笑道 嘿嘿,我们当年也是一带天骄 李长生和我们同辈,未必比得上我们 他都能行,我们会失败 放心就是,来吧 几人一脸坦然 有些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一时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张涛见状,叹道 也罢,既然想走万道合一 那就拨一次吧 方平,生命精华拿来 方平这次没含糊 张涛比他强得多,手段比他多 这时候还是听他的好 方平二话不说,直奔后勤步 很快手中拖着一个巨大的箱子飞了过来 此刻外界的宗师们都傻眼了 那一个大箱子是什么玩意儿 张涛也没多说什么 不过还是说道 嗯,不用这么多 全都用了 方平比他干脆 连忙道 全都用在三位老师身上 生命精华没了可以再赚 张涛心中暗骂一声 也不废话 看向三人,开口道 谁先来 我 三人异口同声 张涛看向许歌诚道 就许院长吧 年纪最大 做个例子 不行的话 陈院长和胡院长放弃吧 许歌诚笑了起来 张涛等他笑完 一掌拍出 砰的一声 许歌诚直接炸领 方平眼神一变 忍不住道 卢谷 卢谷也炸裂了 这 别废话 你们自己非要试的 张涛面色也很沉重 万道合一 其实政府也在尝试批量制造 结果 试验的人几乎死光了 这和没有生命精华有关 之前其实用过生命精华和不灭物质尝试 不过可能量少了 一直都失败 这一点张涛比方平有经验的多 不过当年万道合一 一直流逝生命里 他们试验这个 也只是为了批量制造一些 一次性自杀的武者出来 而不是如现在 当成高端战力来制造 拍碎了许歌诚 张涛从大箱子中抽取了一些生命精华 将许歌诚包裹 碎肉开始蠕动 方平见状急忙道 太少了 不够 起码五百斤 五百斤 你 张涛很想一巴掌把他给拍死了 你家开生命精华库的 五百斤 真要消耗五百斤生命精华 用得着为了制造一个弱八品 消耗这么大 张涛正想说心里有数 结果方平根本不和他沟通 精神力牵引出 数百斤生命精华 将许歌诚的碎肉包裹 想了想方平手中出现一大团不灭物质 张涛憋不住了 喝道 够了 有资源也不是浪费的 是生是死 看他的造化 不是说东西越多就越安全 浪费资源给谁看 给我看 还是给在场的舞者看 显得你方平财大气粗 幼稚 你也就不是我孙子 要不然 他话音未落 方平就打断道 我不给任何人看 我也不是显摆 我只明白一点 人命更重要 东西没了可以再多 人死了 就什么都没了 张涛瞥了他一眼 没理会的 继续控制着生命精华 让肉团吸收 而这时候 李老头难难道 我当初 有这鬼样子 真难看 方平无语 这时候你居然想这个 你要是知道 我差点把你送到地窟菜市场了 你会不会更痛苦 几人正说着 肉团开始剧烈蠕动起来 下一刻 肉团开始重铸肉身 看到这一幕 众人都松了口气 方平也长舒一口气 还真行 到了这地步 和李老头当初恢复的时候 就差了多了 张涛一边控制着生命精华 一边道 撑过我那一掌没死 应该危险就不大了 最危险的时候 就是那时候 颅骨碎裂 一直不够强大 必死无疑 一直足够强大 保持毅律清醒和神智 直到利用生命精华重铸肉身 那就度过了最大的难关 这话也是说给陈振华两人听的 武道意志不够坚定 求生欲不够强大 那还是别尝试了 粉碎颅骨灯一瞬间 必死无疑 两人都没吭声 一直盯着肉团看 这时候 肉团已经成形 曲歌诚声音传出 大喝道 天金莲 方平急忙丢出一朵天金莲 还没丢出去 张涛精神力一动 撕下了一半 丢给了许歌诚 再次狠狠看向方平 这小子再浪费 他决定了 今天当场打劫了他 方平没吭声 许歌诚拿到了天金莲 一口吞下腹中 他精神力本就强大 距离距限 一步之遥 这一刻吞伏下天金莲 一眨眼虚空微微颤动 有巨线的迹象 轰隆一声 巨像传出 一条天地之桥呈现 三角之门瞬间坐落于天地之桥 紧接着一柄大刀出现 那是许歌诚的巨线物 许歌诚毫不犹豫 腾空而起 浑身散发出金光 直奔大刀而去 吞刀入腹 啊 一声痛苦的咆哮传来 接着 许歌诚看向天地之桥 和三角之门 一张口 三角之门和天地之桥 缩小无数倍 往他口中飞去 许歌诚今生颤动 好像承受无比巨大的痛苦 方平忍不住看了一眼 李老头 李老头淡淡的 看我做什么 许老头怕痛 这点小痛苦都忍受不了 能跟我比吗 方平无言 当初李老头可不是如此 方平还记得 他当初突破的时候 极为轻松的感觉 不过李老头是个狠人 曾经闲着没事干 就把自己撕碎了玩 方平觉得 他可能感受不到痛苦 正想着 许歌诚身上 金光闪烁 气血冲天 哈哈哈哈 成功了 万道合一 如此简单 许歌诚放声大笑 三百斤生命精华 一半天金莲 如此简单 张涛摇头 魔物的人 是不是都没学过数学的 赤直尽万亿 就为了制造一个万道合一 还真未必划算 张涛原本还想着 也许可以批量制造 现在一看消耗 算了吧 造不起 花近万亿的资源 造一个弱八品 之后为了不让生命力流逝 还是吞金兽的那种 他养不起 余光瞥了一眼方平 你养得起 你就继续作 看你手头上的那点东西 能作到什么时候 老子就等你没钱了 没钱了 你要伪造百亡币了吧 没有绝点伪造 我看你怎么伪造出来 乌魁山可未必能踏上绝顿 就算能 一个出入绝顿的家伙 能伪造多少 而且暴露的风险也大 有我制造的假币安全吗 还不得来求老子 继续花 花光了农园石 花光了生命精华 天津连这些都给花光了 我看你到哪弄钱去 张涛已经盘算好了 这小子这个花法 别看几十万亿 很快就没了 这钱没了 魔物这么多人要养 还有这么多吞金兽 他不去禁区 弄点假币生意 还能怎么办 跟我算账的清楚 行啊 收你一半手续费 一枚百亡币 收你五十斤能源石 张涛在想着 方平暂时还没考虑这个 这时候的他 还在欢喜中 人为制造万道合一 不对 李老头其实也是人为制造的 居然都成功了 他不知道是这些人 意志强大的原因 还是万道合一 真的这么好走 总之成功了 这么说 帝窟其实也是可以大量制造的 帝窟应该知道万道合一吧 怎么没有大量制造 方平一时间生起一些念头 却不知 武道一指 求生一指 求活一指 可不是人人都有这么强烈的 这些老辈武者 征战一生 不甘心就此死亡 意志强大的可怕 哪怕死 也不愿意如此窝囊地死去 这才是活下来的主要原因 帝窟武者未必缺乏这些 可一个是生活无忧 一个是死里求存 心态是不同的 何况 那些真亡 也极少有人愿意浪费 大量生命精华做这事的 方平没去想这些 这一刻只有欢喜 魔武会越来越强大的 一定会 11月25日 这一日魔武震撼世界 孤胜泉三人晋级 成功成为九品镜本源道强者 这一日 曲歌成陈振华 胡明和三人 同时踏入万道合一 虽然刚突破 比起八品稍有不如 可也具备了八品战力 还是这一日 方平晋级金身七段 堪比弱九品强者 一日之间 翻天覆地 11月17日 魔武丢掉了魔都地窟 黄景战死 吴奎山和吕凤柔昏迷不醒 所有人都以为 这次魔武会迎来一个低谷期 可一如当年 当年老校长战死 所有人也觉得 魔武会出现低谷期 可吴奎山迅速接掌魔武 并未让魔武陷入混乱 同样 吴奎山昏迷之后 方平也迅速执掌魔武 让魔武眨眼间从低谷中崛起 这就是传承有序 一代代的魔武人 撑起了魔武的天 六十多年来 魔武从未衰落过 哪怕面临再大的困境 魔武 待客大厅 方平做主位 张涛做客位 大厅中 强者如云 皆是魔武宗师级强者 对于方平做主位 没人有意见 吴奎山不在 如今的方平 自封常务副校长 已经开始正式主导魔武 方平环顾一圈 心中也是喜悦万分 端起桌上的茶杯 起身笑道 以茶代酒 喝诸位老师 顺利进击 众人纷纷举杯 也是畅怀大笑 值得喝喜 喝下第一杯 方平举杯看向张涛 缓缓道 以为人类喝 为华国喝 京都大胜 华国之喜 张涛缓缓举杯 一饮而尽 并未开口 方平喝了一口 笑容收敛 开口道 大喜之日 本不该扫兴 不过方平还是要说 反攻的事 该提上日程了 华国自两届大战以来 只丢过一次天南地窟 魔都地窟是第二次 天南地窟反攻 等了两年时间 魔都地窟反攻 我们等不了两年 我们的徐生需要历练 我们需要一些资源 我们不可能日日夜夜 防着魔都地窟中的强者 攻入地面 稍有不慎 绝颠不在 就有可能造成大患 右侧 刘破路开口道 反攻是必须的 可现在吴校长 伤势未遇 还在恢复中 方平微微点头 又看向张涛 问道 部长 校长恢复的话 需要多久 张涛沉吟片刻 缓缓道 看运气 也许明日 也许 无限期 方平脸色微变 很快开口道 反攻的日期 我想了一下 2011年 1月1日 今年第一天 拿回魔都地窟 距离现在 还有一个多月时间 如果这一个多月 校长还是无法恢复 我们也不能一直等待下去 惊不来 我给你一回看 我给你一回看 感谢观看